我又爱上的天 我又爱上的天 大家好 我是穷游的四水年华 我现在在内蒙古 我旁边的是一口火山 这刚刚编辑完视频 现在是12点整 你看看这雪下的有多大 太大了这雪 大伙看看 暴雪啊 真的是暴雪 太大了 你看看这飘的 这不是特效朋友们 这不是特效 这才下了一会儿会儿 这车上就全部都是雪了 哎呀 太大了啊 太大了 哎呦喂 真大 到现在呢 饭还没有吃 因为白天的时候啊 我去爬了这个火山 然后拍摄那个视频 加航拍 就编辑起来啊 太麻烦了 说真的啊 可以简单的编辑 但是 我想把这火山的这一幕 那种感觉 异于星球 哎呦 我靠 这说的我有点害怕了呀 这都没有人 这里没有一个人 你说哪来的声音啊 哎 我靠回声朋友们 真的是瘆人的大半夜的 12点多了 现在已经 真的瘆人了 真的是有点瘆人 就像把那视频给拍好 拍好那个啥 结果就从5点钟 编辑到12点 我靠 行朋友们 我就上车了啊 你看我这说话的时候 看到没 这哈气 再感受一下 哈气太大了 今天晚上 简简单单 吃个这个 我们家乡的 红薯粉条 大伙看看 这一包是五斤啊 呃 吃了有不少了 这个粉条 这样一折 全部断了 下进去 我这锅太小了 不然的话就 尝着也可以下 太冷了 今天晚上 吃点热乎的 喝点汤 还有点小豆腐 哎呦 全都是冰 还有一点点火锅链 把它给倒进去 这样的话就有点味道 把我的大白菜给拿出来 把白菜都是冰 直接扔里面就行 都不用切的 一掰就断了 一掰就断了 我看啊 已经下了一片了 咱们吃上个 第二片 来上四片吧 这白菜比较小 但是就不好掰 全都是冰 咕嘟咕嘟的 倒点醋 哎 这完蛋了 这你看 我这 这 全冻住了 醋也冻住了 哎呦 今天晚上的晚饭 吃的确实太晚了 但是没有办法 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编辑起来呢 是非常的麻烦 最主要是 想把这个火山上 感觉啊 那种意境 给它给编辑出来 说真的啊 拍摄的话 没有编辑重要 剪辑是最重要的 一个视频的好坏 我感觉剪辑啊 能占70%吧 真的 一个好人 你可以把它剪成一个坏人 咱们先吃下这个粉条 真不错 很劲道啊 朋友们 粉条是我们炸香的粉条 大家呢 也可以去买一袋 然后视频下面 或者说 就我那个购物车 这一袋啊 是五斤装 整整五斤 保持期是两年的时间 配料表啊 只有红薯淀粉和水 大家收到呢 随便吃 打开之后 就像我这样吃 吃一顿 吃两顿 吃三 吃四 吃五顿 都可以 打个比方 吃了五顿了 也吃了两斤了 还剩下三斤 对不对 突然间不想要了 没有关系的啊 可以的 不需要任何理由 你就退回来 退回来三斤 就可以了 依旧是退五斤的钱 病犬呢 有孕费险 大家放心拍吧 啊 还有点给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给你们发的粉条呢 不像我手里的这么干 因为我 我手里这个啊 都已经 一两个月了吧 给你们发的呢 都是 九成到九五成干吧 如果说太干的话 快递也比较暴力 一摔的话 全全断了啊 你看咱们这个 一掰就断了 就已经干透了啊 每天在车上 就这样打开的 打开的袋子 大家放心拍吧 就三十五块钱 摊下来七块钱一斤 嗯 继续粉条 嗯 可以 没有那么酸 干醋倒的有点多了 不知道外面还下不下了 睡觉了朋友们 吃饱了 可以睡了 睡了 好 好 好 大家好 又是新的一天 昨天晚上啊 说真的没有睡好 这个车摇摇晃晃的 外面风太大了 包括现在天亮了 也是啊 不停的在摇 哎呦 咋会这么大的风啊 不过还好 起来就不冷了 穿上衣服 越躺越冷啊 走走就不冷 哎呀 外面这个风啊 大伙看看 也是个神奇的景象 我有些纳闷 你看我这上面的 这个雪 我这雪从哪里刮进来的呀 我上面 上面是合着的呀 难道是昨天晚上 刮进来的吗 应该也不会啊 来朋友们你们看一下 今天的 今天的 哦 这 这 这 不还好啊 感觉有些太远 哎呀 这太冷了吧 我看着 我看着 朋友们这个雪啊 谁这个风 好啊哇吃 這風雞是鼓啊 哈哈 這一步真的挺好的 人輸 好像完全看看這路上的雪吹的 就會水一樣的啊那個流動 哇吃 啊 啊 起來了 不會吧 沒事吧 我這個手 這這這五個指頭指尖這裡 就刺騰 刺騰 這真的是 這感覺 朋友們 我在河南待的時間呢 也待了好多年 從來沒有說有這種感覺 真的是難以形容 你說 它是冷吧 它刺騰 感覺也不是說冷的那個樣子 就感覺 麻掉了 跟麻也有點不一樣 就感覺 感覺什麼 感覺無數個小針啊 就扎在這個手間裡的感覺 熟識連心 到現在呢 我才知道 我這窗戶上的雪啊 不是說太陽曬化的 是風啊 把它給吹走了 吹走了 反正我這個車裡的溫度挺高的 你看這些雪 結果它還是美麗 美麗分明 一粒一粒的 昨天晚上洗點的毛巾 可以可以 這是家常便飯了已經 每天早上刷牙 洗漱 用水啊 都是個麻煩的事情 全部凍住了 昨天這是我昨天晚上吃的飯朋友們 還剩一點啊 你看這個筷子 全都是冰 應該掉不出來吧 現在天差不多黑了 哇這不錯 哎 沒了 今天呢也沒有走啊 因為這個天氣呢 確實太過惡劣了 就不走了 我現在呢要燒點水 但是我現在燒水也燒不了 我那水壺的水啊 全部凍住了 我去挖點雪 咱們燒雪水 是我的鍋 這邊都是雪 就這樣子 咱們把這爐子給點起來 這個雪水肯定是吃不了飯的 就拿它燒點水 然後洗漱油用 太冷了 不洗漱油也不行 把塑料給它燒了 火已經燒起來了 慢慢就暖和起來了啊 白天還好一點 白天沒爐子的話 扛扛還能扛過去 那晚上是真扛不過去 風又大 真不行 大家看看這個雪水 現在已經開始慢慢融化了 這雪水真髒啊 看著都白的很 實際非常非常的髒 就這雪水還洗的 越洗越髒 我都嫌棄 但是沒辦法啊 就剩一點水了 一點水我還得喝呢 還得做飯幹嘛的 冰淇淋我瓦了滿滿的一鍋水 你看看 就這一口水 汁啊 我的鍋都比這個雪要乾淨得多 沒辦法啊 還得繼續挖雪 這雪 真的啊 看著乾淨得很 實際上好髒這個雪 完全和想像不一樣 就是髒 沒辦法髒就髒吧 髒點沒事啊 它起碼熱水把它燒開了 它也能多殺上細菌 這個水是越來越髒 在我印象中這個雪啊沒有這麼髒 但是它就是這麼髒 是不是跟這火山有關係啊 火山這土都是黑色的 可能可能有點關係啊 水快開了 現在這一鍋黃水啊已經開了 這雪水啊不是黃水 倒點洗一洗 這會兒腳太冰了 泡泡腳暖和暖和 哎呀太冰了 今天等一天了 本來說白天啊走的 但是我也想 這不是雪水能化成水 我有吃的水 那那吸煉啥的 我用雪水就行了 實際 真還不是這個樣子 哎呀我不知道咋回事 哎呀好疼 哎呀 我沒有醒的時候我腳就是冰 我用這個熱水 放進去我的腳突然間就疼得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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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不知道不知道咋回事 啊 哎 哎 哎呦 哎這個疼 永遠忍不了 哎呦 不知道咋回事 就 腳就是沒洗錢跟冰棍一樣的 知道 我就一點點我用這個碗 用完瓦的這個開水 沒有放涼水 一次放一點點 啊 好疼 啊好疼 哎 哎呀 哎